哈喽大家好,我是家豪,欢迎来到中文频道 每个礼拜用几分钟的时间帮你快速理解复杂的实习一题 不知道你有没有看到前一阵子马华公会打架的新闻 简单来讲就是马华举办了一个团结宴 但是他们的党员不知道中文就吵了起来 还动手打架丢遗址,弄到有人受伤流血的 哇,真的是不打不相识,感情很好,很团结一下 这个团结宴变鸿门宴的大笑话 后来还闹到马华前总会长蔡西里 都要站出来骂魏家想讲 你这么搞到MCA变成Malaysian Chair Association 好好一个马华公会变成了遗址公会 这件事在网上当然是给大家笑到乱的啦 但是我们就很好奇啦 以前那个马华公会不是很威水的 他们好歹也是马来西亚华人最大的滑稽政党 而且你知道吗 马来西亚其实在很短时间里面 是有过华人当首相的 而这第一个华人首相啊 就是马华的总会长哦 后来是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让这个马华公会 沦落到今天变成遗址公会 每次选举都输到透酷 今天我们就来聊聊马华公会的故事 不过在开始之前啊 想要借你三秒钟的时间 帮我们点一下订阅 支持小小的马来西亚创作者 谢谢你 一二三 OK,点好了吗 那就让我们马上开始吧 首先啊,又要讲古一下 话说当年英国殖民马来亚的时候 最出名的招数就是分而自知 也就是把华人、马来人、印度人分开来管 让他们没有办法缓解起来 那时候的华人啊 很多都是做生意的 有了钱人家就会想要搞政治嘛 帮自己跟大家争取福利嘛 所以这些人啊 就去跟英国政府争取 要成立一个照顾华人社团 可是英政府就一直都不肯同意的 是一直到1949年的时候 英国政府开始对上马来亚共产党 那因为很多马共都是华人 所以英国政府就把全国的华人赶到新村去住 这些新村名字听起来好好听不完了哦 其实就只是一个集中营这样子 整天会被军人监视的 出入都要收身的 但是你要把这样多人关在一起 里面又什么都没有哦 所以就需要有人去管理嘛 这时候英国人就想啊 啊好啦好啦好啦 你们华人之前不是想要成立社团呗 那就给你们成立一个帮忙管理新村华人的社团啦 这个社团啊 就是今天马华工会的前身 不过这时候的马华工会 还不可以算是一个政党来的 就只是一个福利团体 是帮华人大学校啦 神庙跟其他公共设施的专业 哎不过这里有一个小问题啦 刚刚不是讲英国人很小心华人很提防华人 怕他们是马共的呗 这么现在又会愿意去信任这个华人社团呢 这个就跟马华工会有关啦 其实他们的早期成员啊 基本上都是国民党的人 没有错就是现在在台湾的那个国民党 为什么又会跟台湾扯上关系呢 事情是这样子的 当年孙中山成立国民党的时候 马来西亚这个国家都还是不存在的 很多华人基本上还是把自己当成是中国人的 所以他们也很关心中国的政治嘛 在中国的共产党跟国民党爆发内战的时候 就有些人支持国民党 有些人支持共产党 那时候支持共产党啊 多数都是劳动阶级的人民 支持国民党的人多数都是商人地主 那种家里比较有钱的精英阶级 那么马华工会里面啊 都是这些讨厌共产党的国民党人嘛 他们就获得了英政府的信任 放心给他们的权利去管理华人的事情 但是这一点啊 后来也是马华工会的一个致命商 因为后来马来西亚要成立了啦 英政府讲要开放公民权给华人去申请的 但是马来人统治者就很不爽哦 他们就觉得你这些华人都是外劳拿中国IC的 为什么要给你们公民权呢 所以为了回应这些质疑啊 马华工会就做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决定 他们就开除了党里面要求维持双重国籍的党员 正式跟国民党划清界线 正式踏上本土政治运动 1952年马华第四是跟巫统合作参加基隆坡第一届的自治式选举 而且第四合作就大获全胜哦 马华在43个议席里面赢到了24个议席 这个成绩就给他们了很大的信心 之后也就把印度人代表的国大党拉进来 三大种族一起合作组合成联盟 也就是现在国政的前身 马华工会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正式改组 从福利团体变成了一个正式的重党 整个五六十年代啊 可以讲是马华工会最辉煌的时候 当时候他们甚至还派代表跟东姑阿德拉玛一起 去跟印政府争取独立的 独立了之后啊 马华工会也举办了申请公民权运动 帮超过一百万个华人在一年之内拿到公民权 这些事情很多老一代的华人啊 都是很难忘的记忆 也真的是给他们很多帮助的 那这样危随的马华 为什么后来会将燕房堕落到今天的地步呢 六十年代的马华 可以讲是内忧外患不停的发生的 先讲内部啦 一九五九年实话 马华总会长林长佑就跟阿德拉玛讲 我们马华表现不错 是不是应该要给我们多一点点的power 给我们多一点点的选区去打 可是这个要求啊 后来就被东姑阿德拉玛拒绝了的 林长佑后来是七到辞职 退出马华工会自己去开一个新的政党 也就是现在 阿财哥刘华财领导的明政党 总会长自己都跑掉 当然就大大削弱了马华本身的力量 那另外哦 六十年代的马来西亚也是发生了很多事情的 也是严重打击马华的威信 比如讲在1963年新加坡加入马来西亚之后 李光耀的人民行动党 本来是想加入联盟一起执政的 但是因为当时候的人民行动党还是华人居多嘛 就会威胁到马华的地位 所以马华也是很怕的 幸好后来 欸不对不应该讲幸好 很不幸的阿布图拉曼拒绝了李光耀 讲我们巫统之support马华 不会跟你们乱搞的哦 看起来阿布图拉曼好像很讲义气这样 但其实很多人就觉得啊 这是因为巫统叛李光耀整天讲种族平等 会威胁到马来的地位 所以才挺那个比较乖比较听话的小弟马华 所以对很多华人来讲啊 马华你根本就是巫统的小开呆啦 就算你执政也不敢帮华人讲话的哦 再加上当时候出现了很多以华人为主的政党 像是民主行动党民政党等等 华人选民啊就多了很多的选择 1969年大选的时候啊 马华就开始输到很惨 33个国际就只赢了13个 连槟城都州政权啊都输掉的 很讽刺的是 赢下槟城州政权的就是他们的前会长 民政党的创始人丁昌悠 不过就算是这样子 巫统这个大哥啊也是都没有放弃马华的 每次大选都会邀请他们入阁当官的哦 后来是到了马爹做首相的时候 因为巫统就出来一些事情他要去处理 1988年还把首相大卫暂时交给了马华的总卫长 敦铃良师的首相 虽然就只有两个礼拜啦 但是这个技术上来讲 他是马来西亚唯一一个做过首相的华人 可是巫统跟马华走得越近 他们在华人选民心中的地位啊是越来越低 2008年大选的时候 马华出生40个国系 就只拿到了15个议席 从此之后啊 马华每次大选都是越输越惨的 一直到2013年只剩下两个国系 今年这次州选 马华连选都不可以选 直接宣布不上阵了 马华到底为什么会这样失败呢? 关于马华失败的原因啊 很多分析都觉得 最大的问题是 马华总是在当巫统的小弟 没有真的照顾到华人的需求 比如讲1961年 华教都是零联预备帝夺公民权 马华是连讲话都不敢站出来讲话的 1962年马兴副团长沈牧宇想要争取 把华语列为官方语言之一 马华不迟迟就算了 还直接把沈牧宇炒鱿的 所以很多对华社权益有理想的人 都感觉不到马华有想要帮忙的意思 而且马华对选民的态度 也是让很多人都很不爽的 像是1969年大选 马华因为选票成绩不好 就讲华社不需要我们了 然后辞职推出内阁 后来这招也整天都在用哦 一直到了今天 魏家翔也是很喜欢讲 马华如果输了 就没有人在内阁帮华人讲话了哦 因为你们华人不投马华 是自己的损失来的 这种话就让很多人都觉得 你根本就只是情绪勒索而已哦 你自己烂不好好检讨 反而来威胁选民 好像我们没有你就不行这样子 那当然是让人家很不爽的啦 就继续流失支持度啦 虽然前面好像讲了很多马华的坏话 但是平行而论啊 我们在找资料的过程当中啊 是有看到马华的功劳的 像是争取独立啦 争取公民权等等 今天我们一出事就有爱信啊 有稳定的国籍身份 确实是要感谢过去的马华的 但是问题是 那之后马华到底做了什么呢 我们真的很辛苦 找了很久很久 都没有看到特别大的事情 唯一一个常常被拿出来讲的 就只是拉曼大学的创立 可是这件事情也是有很多人批评的哦 讲当年本来就是要争取独立大学的 拉曼大学就只是他们争取不到 退而求其次的一个私人大学而已 虽然拉曼大学还是有它的价值啦 但是马华你hit不到target 还敢拿出来炫耀 你就不觉得很奇怪吗 不过讲回来啦 其实很多分析都不是真的觉得 马华无可救药的 反而是用一种恨铁不承担的态度 去看马华的 以马华的资历跟经验 明明好好去做事情 一定也是可以为国家带来一些改变的 因为我们也不是想要一直笑你啦 你做到好大选的时候 我们可以有更多的政党可以选 对选民来讲也永远都是一个好事来的嘛 好啦我们先去聊到这里 不知道你对马华工会你有什么想法呢 欢迎在留言区分享给我们知道 最后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内容 我们还有说过马来人真的比较懒惰吗 还有新加坡为什么比马来西亚厉害的影片 很欢迎你去看一看 我是蒋奥我们下一次再见啦 拜拜 拜拜